人给他逼停,但是DG这边的反应速度够快 谢分的不按了,松手直接按W就行 这样的话即使太掉了,车也不会打滑 但自由就没有那么的幸运了 就是在车上直接被敲了下来 他这个头烧有点铁啊,就队友都 然后能够在前期有这种卡一卡 拿分的手段就去拿一拿 然后TMA这边也是直接收下了慕兹里的一分 假设性的预判 是的 TMA可能有独特的保车技巧 还有可能是开辆摩托直接开到那个二层楼里 2.S埋一个 真的,这一局 赛运太差了呀 走到哪儿都有人,这种勾勾赫赫 我觉得还是 是的,路线固定也是 一个原因 哦,周平安这里是把12月的高丁给放倒了 TMA这个手势也很坚决 Cobra先打一个实际上 这时候冲的太勇了一些 Cobra甚至还有时间打药啊 噢,但是小鬼的 出枪,路红是直接被放倒了 然后Cobra那个位置响的枪 现在位置已经锁定了 他也没法去捕实际手 现在就是整个自己的一个兵力 快速拔掉Cobra 然后能够把队友给扶起来 TMA的两个老哥先过来了一个 要被围点打圆了吗 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巨幅的车队 要拿右边的坑 但是小羊停的这个位置 是的,他要找一个看看能不能打车身的机会 巨幅啊,从来都是咬住不松口的这种风格 眼前的架已经贴到这种近点 而且就背身的压力太大了 嗯,小五那边已经被发现了 哇,这个急火 小五跑不掉了 小五一个人当时是单挂在南边观察信息的 去扶呀,怎么办呀 每次都 这种团队打得有点太果断 哎呦,这辆蹦蹦,宝宝坐上下了个小羊 亏炸了,真的亏炸了 CG在面前的边来了 是的,全过来了 大千鞋,全都来了 迁入位置就是最大的优势 在旁边,对于一个盲扎到城里面的石区战略来讲的话 并不是很清楚这边的CG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年刀两人,MCG MCG这个号就排得太靠后了呀 太饱和了,太饱和了 这个确实赶不上热乎的了 这部IPY也不会太深入的去过来侵蚀器的 对的 卡路上IPY不太好辣 全来了 车里突然之间密密麻麻的 好几队都扎起来了 不过NEWIPY是没有扎进城了 太难了 因为刚刚天鹿也是第一梯队 然后往这个 城里面去扎 所以他的前面 SMS就接了他的一个位置 然后加上FM NUAPPY FM 巨幅这两个人怎么扎 或者怎么推 这个时候其实在城里面的队伍 如果UTMA只有一个许升 所以给的这种侧面的压力也并不是很大 这个地方也可以很走 这边走山崖下的话 和RBS大概率要交战了 12月是台人了 是的是的 很多时候这个东西就是结果论 是的是的 你看比如说这波万一林树被对倒了 那这波就是无效感了 对但这波他打赢了 这个位置他可以拿到更好的视野 他的枪线也可以稍微展开一些 但这个圈不太给前半面 没有左边这个马路左边大了 但左边现在待不了人呢 不过对于独狼DDT来说的话就很舒服了 是吧 暂时没有人管我 我在这里乱世出英雄 乱世出英雄 DD611这把想法就是这个乱世出英雄 是的 那么再次回到那个油罐吧 通过这个油罐再看一看 NMP那边的方向 NMP也想从城里调出来 现在坚守城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SMS提前不要车了 SMS招牌进攻手段 十一路干了 他选择一个走位 让对面尽量难以捕捉自己的位置 换个位置吗 对他只能换位置啊 不然他那个一只死守窗口 对面会举架的 对的 对的 两个人之间的配合 这边的话 SMS先贴到围墙近点 打打状态 然后听听声音听听脚步 然后配合上自己的闪光弹 再组织一波进攻 而另外一次看到New Happy和天霸 天霸是直接选择我麦体这个方向再绕 路上是直接被打下来一个77 但前面的话 六一也很紧张 FM的话也是直接一波扎到了这个反坡的坑 现在屁股是有人的 这个距离扔雷也不是很好扔啊 太远了 不过天霸也没有那么好受 因为在城里面高楼的枪线是能够得着的 白龙马的出枪零处直接被击倒 这个天霸路不当啪啪手 确实没什么活路 他进来就捕了一个嘛 哇 这一波SMS打CTG 王沙沙要嗅起来了吗 对面血量不是很多 这里是接近于满血的 有没有闪啊 有没有闪啊 哎呦 这个预表点不太好找 主要他在给信息 他那个脚步在给信息 考虞这边是可以直接 马路隔开的城里和城外 关键要看六圈往哪边刷 那Pero这波进攻 很明显 他这个进攻是可以两边都打的 因为他知道程序里面 但是没人来干扰他 先把这个地方推掉 就有马路组门的控制权 就正常来讲 你试探一下就可以了 他们好像是坚决的判断 有人在二楼 叫做一个人先冲进去 差点被捕掉 身上有燃烧瓶的 靠于给压力 给压力 怎么想要上二楼吗 但是小玄子那个位置 其实想要去输出的话 就没有什么好的输出环境 除非说你跳下来 而那个问题 第一波 道具扔进去之后 没有什么把人送进去的收益 哎呦 直接翻下来 看这波单挑 小民赢了 小玄子的这个正门也被发现 因为知道还在那只剩两个的 还有应该是明确啊 现在这边能动的只有玄子一个了 是 他现在信息很明确 跳下来没听到 他扔烟的时候没听到 想象他那个屁股 明智被打掉了 但是这边补枪 AZ收下了这一分 掉了个人可惜了 是的 是不是有人爆假点了 你以为他前面能排 就只是排到了靠 给个准信行不行啊 嗯 这波牛爱比这个小高点 虽然弧度不大 但足以了 小路这个位置完全是帮不上忙啊 雀跃实实没有办法 只剩下 小路一个了 小路自己这个点也不再 其实还不是很好下 看烟 对 主要是看他的这个道具烟 他现在过来就是为了看天路怎么分彩 是的 但是观察的过程中 是被匆匆直接点了一枪头 很好小鬼就在身边 家门口的圈 家里的圈 FTY 看看怎么去处理这个决赛圈 全部是门清 之前FTY 小鬼还在那边啊 哎呦还好没倒 老君是打的小鬼67点血 踏个一氧枪 身上有投掣物有角度扔吗 被雷了 其实正面能力就要下降很多 两个集装箱能带的位置 刚刚其实素酒和小鬼已经踩 踩得比较的明确了 往那个地方扔雷就能 打一个措施不及 Pero现在没人管他 Pero现在是摸到了天路 刚才分彩那个房区 是的 也就是把小龙给拔掉了 哇牛饼飞出 哎飞出去了 哎呦这波 背身还在打 南类一次 哇 我的天 躺着蓝圈 南类这边直向AZ和马云露给穿了 小鱼都快救队友了 快绑向队友了 南类在打药 哇小鱼都把牛鱼还是终结了 还要拿到七个淘汰 哇这一波也太悬了 这一波打着 这一波打着 主要打 平南部吗 还是说 哪个方向 防守一手 就是我的意思是 看悟空能不能帮这边一手 就是把悟空赶到那边去啊 啊你看 FBI现在开始找另外一边 找Pero的麻烦了 我们这边先打了个马力龙 主要是在公司这个房区的时候 FBI用了太多的道具 哎这边Pero又出现了一个击倒 但是一个小鱼人 但是蠻多的在里面 还是颇具威胁 还是选择要77 这边找了个timing timing很不错 但是小鱼这边雷倒了自己这边 一个窝里贝尔 老橘这个侧身 闪生他有点帅 他缓了一下自己的进攻的步调 对 因为旁边还有悟空 这边如果冲的太狠 有可能会被劝架 哦对 天主前面那个是 是小铜啊 不是充充 哦对对 小铜就刚才被Pero摸掉了吧 是的 是的是的是 太模糊了 没看清楚 这Pero如果刚才不是牛海面 飞车的话感觉 3级套 3级套 天主要倒了一个 他不行的直接进 他打倒了松松 天主要大问题 天主要说大问题了 就像教案一个了 四面八方全是 下大关到达了一个临界点 我真是 纯纯大乱动 现在就是烟中看谁 混正好 二打一打一 二打一打一 拍到人是最多的 mcg 三本是有个3级套戈 咱们在一直吃伞 咱们被伞拔了 AZ这边直接 将独狼给他的一个 然后二打一 对 场上信息已经很清楚了 罗斯克一打一 小组罗斯克对方 位置上来说 小组喷到了 喷到了一下铜 二肉又吃鸡了 恭喜二连鸡